黄仁勋最沾青的事情发生了 他才说AI发展最不能缺电 结果那颗今天溃线跳脱 就造成了600多户停电 真正炎热的时候还没到 观众朋友 今天开始 核三的一号机要慢慢地降载运转 直到727这一天 整个停机除翼 现在恐怕才是台湾用电考验的开始 好 今天刚才有暴行的观众朋友 我们常讲 哪壶不开 停哪壶 哪里不能跳电 你给我跳哪里 在台北的内科 NVIDIA 它的科学园区 它的分公司 其实我还经过那边 我是没有进去 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 因为溃线跳脱 周边655户 我跟班上他报告 600多户确实不多 不多啦 可是你跳到NVIDIA 地点太敏感 你现在跳到NVIDIA 他回去报告以后 讲说他在台湾这么容易跳 连我们的内科的分公司都跳电影后 他对台湾现在不需要投资吗 那台湾如果没有信息的话 还要投资吗 那其他各国都在看这个黄仁星 AI大厂都要来 那怎么办 所以电是不可以随便跳的 虽然你跳的区域比较小 观众朋友就是台北市 另外呢 平林 我就跟大家讲 过去三天 猴子啦 小松鼠啦 或者是树枝啦 鸟啊 都有可能造成困圈跳脱 表示我们的电网 是不是没有那么健康 不够强韧 你电网就很容易就会 可能就跳电或断电 这个台队要跟大家说清楚 我再讲一次 过往确实 不管蓝绿谁当总统 这种小规模的体验 是常常有 可是现在大家全民在紧盯 黄文君还在讲 就你给我跳那颗 跳到NVIDIA 然后平林 因为猴子 猴子碰触到高达电以后 跳掉了以后 1437度受影响 台中龙井 是停电过程当中 那么台电的工程员 去抢救 结果呢 就受伤了 所以这也是危险 那张化的舔尾 自动化的开关 也异常跳脱 然后呢 1200多户都跳电了 所以不管北中南 到处都有出现这种状况 是台电它的电网 不够健康的一个证明 好 我们用电的焦虑越来越高升 无解啊 怎么办 我们来看经济部长 郭志辉部长 他讲到30平的房子 冷气不用开这么多了 够粮就好 大家节约用电 结果他今天改口了 改口之后 会不会再招来一声骂啊 今天郭志辉 当他当这个企业的CEO的时候 讲什么 都是企业家的看法 可是你已经是官员了 现在动辄得救 民众不满意 民进党立委不满意 甚至连蓝白的国民党立委 都不满意 那怎么办呢 他说其实不用每个房间都装冷气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台湾到底 我常讲 多少才够用电 电够不够 电网强不强 电价高不高 这三个题目 第一个我就问郡志辉哥 电到底够不够 你决意什么 你家人 空一趟饭在啊 每个人吃一碗 吃完了够了 对不对 结果你小朋友 长大了国中高中 说他一餐要吃四碗 那就不够了 对 那台湾现在目前如果 全世界都来设厂 我们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的话 那现在的电够不够 可能就不够了 对啊 那你先跟我讲 大家都不要开冷气 够不够 那就够了 那问题是 我想开呢 我付得起电费呢 你告诉我不要开冷气 这种谈话就会被人家引申 被人家引述嘛 赶快改口讲说 不是啊 房间没人就没开冷气 说实在的 郭部长 除非你真的是怎样 房间没有人 不会有人开冷气 对不起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你都告诉我们 电够电够 可是从到处跳电 跟其现在看起来 如果我们要准备 更大的这些 AI跟半导体 都要疯狂设厂 到处都蓬勃发展的话 台湾的电 除了核电以外 去掉核电以外 它到底够不够用 就会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6月18号这一天 我和告诉我们 为什么从今天开始 会是整个台湾用电 慢慢面临深水区 挑战的第一天 因为我们已经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看报信的观众朋友 一定比其他的观众朋友 更了解 今年726 明年517 就是核三的 1号机跟2号机要除役 所以今年726除役以后 727开始 它就停机了嘛 第二天以后就没了 那现在开始 已经逐步的功率 递转运前 表示它已经到 最后一月的一个 最后的那个 就是除役期了 最后一个月了 那观众朋友 我们在这个赖清德总统 从年初当选到 后来520 总统太运奖上来的 这段期间 很多的企业界都在觉得说 你就让核三继续用就好了 因为观众朋友 一个摆在那边的客观事实 就是核三的燃料池没有满 所以它是可以用的 那你跟我讲说 5年的那个 就是说申请期 确实没有错 可是行政命令的部分 或者是法条部分交给立法院 现在蓝白他们都愿意 可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目前经济部没有这个政策 台电没有这个做法 简单讲 就是我们的核电即将 今年核三的一号机要除役 到了明年的517 第二天518以后 台湾就没有任何核电了 好 很怕电不够 不是到7月27号才会怕电不够 会不会昨天晚上开始就怕了呢 为什么这么巧 同一个时间 那个地方开始要踩刹车 结果水力发电 结果轻柴油发电 开始油门吹进风 电真的不够了吗 很多东西其实不用等太久了 因为现在是6月 观众朋友两个月之内 就可以建成长 好不好 就两个月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马上要进到7月8月 第一个它的电价会比较贵 现在开始比较贵了 那电价比较贵的一个状况之下 天气很热 大家到底要不要开冷气 开冷气以后 核电核一的核三的一号机退出了 对不对 7月就退出了 那8月到底撑不撑得上来呢 有一个东西 至少我们现在目前 政府的讯息是公开的 这是所有用电的讯息 你都可以去查 这个网页 我差不多每两天就去看一次 到底中火的几号机 然后核核几号机 都可以去看 它现在目前发电状况嘛 对 所以当你哪里没有电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开 观众朋友 你现在去查 17号就去发文 发现说 我们现在目前 所有的燃煤燃气 跟燃油发电 全部都开 所有的这些火力发电 没有一个停下来 然后呢 核三电厂 核三我们不是讲说 准备要出役了吗 对 它还有备用的柴油机的 这个机电组 也在测试运转 那以后 如果核三 它不发核电了 对 旁边的那个 备用的柴油发电机 拖出来 有成效耶 是 因为它会有空污啊 今天还在讲说 我们所有的这个 死亡当中 十大癌症 第一名就是肺癌 大家讲说这个 跟空物有没有关系 第二个 翡翠水库跟石门水库 它也是放水发电 所以简单讲 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 赖清德政府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第一个不要用核电 第二个核电以外的 所有电力 通通都要冲上去 但即使是这样 今年的七月八月 到底能不能够满足 还有一辖之隔的 中国大陆 它现在发展可能 是全世界第一名 它发展得非常快 以基础来讲 美国现在的基础 比它还多 可是现在正在 建盖中的基础 有二十几座 所以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你看 它在全世界的 这个核能基组 将会跟美国 等比期间 可能以后会超过 第二个 对于中小型的 核能电厂 它也积极在发展 积极在这个做建设 那我们台湾呢 是完全没有 SMR没有 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通通都没有 那我们这个 是用水去冷却的 对不对 Bill Gates 它有一个用钠去冷却的 钠核厂 这个钠核厂比较小 它小型的核厂 它现在也在推展 因为三年前 它发明以后 2030年几年以后 可能全世界 来导播你看一下 导播给大家看这个图 它是用钠去冷却的 那基本上呢 它比较小 所以它的那个 建构时间比较短 而且呢 它大概可以使用 40到50万户左右 是 所以我们就大概 是一个小城市 可能呢 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永和或中和 你就一个 那如果说几百万人以上 就好几个拉起来 那像新的核能发展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 完全都抛弃所有的核能 但是我今天只要告诉大家 就是 虽然我们政府 现在决定不要用 可是世界各国 美国 中国大陆 还有其他很多国家 包含 先前已经抛弃核能的德国 都把核能继续使用 只有台湾 完全不用核能 好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今天两件事 你要秉着看 核三的一号机 今天开始 慢慢的来减速运转 一直到7月27当天 通通stop 但是近平 今天同时又发生了 在内科 我们形容是 华人是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内科居然造成了 快线跳脱 600多物停电 你怎么看 内科这个造成 他的那么多户的 溃线跳脱 还有这个停电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讯 黄仁勋不是这个 他要在台北近郊 设立一个这个数位研发中心 那虽然说他的这个超级电脑 他可能要绕脚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地区 可是台北市呢 在内科跟南港软体研区 那周遭有多少厂商跟大科技的公司进驻 如果说等到这个NVIDIA 黄仁勋他们的这个辉达器 真的 他说因为在大台北 他们有1000多名员工都在那边 然后方便嘛 那到时候AI我们知道 它是非常耗电的一个高科技业 半导体都需要用电 那现在内科出现这样状况 请问你赖政府怎么处理 之前不是水情还不错的时候 频频都是下雨 梅雨季 翡翠水库可以发电 翡翠水库可以除水量达到 蓄水率达到71.1% 石门水库只有35.9% 奇怪 水都下在这个翡翠水库的 集水区和上游 都不下在石门水库吗 真相是什么呢 结果真相竟然是真的 在那边放这个水一直在流 然后再发电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还是缺电 为什么梅雨的时候 同样是一个大水库 我们的水都没有办法 把它整个集中起来 好好的去运用呢 那所以你要用电 还是不要用电 还是你要注重 这个缺水的时候 你要注重这个水情的 这个帮你 那可是在这个节骨眼 又补不上怎么办 所以当河山厂 厨艺倒数的时候 赖清德政府到底要 要给我们带往什么方向 我觉得是一个资源的分配 也就是能源的分配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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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